政府法律則是預防、懲治和制止的四種犯罪 而且這些四種犯罪以上都有一些規定 更絕大多數的市民是沒有關係的 所謂修例的風波 給了我們一堂很生動的課 沒有安全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在沒有安全的背景下 香港市民是無法享受基本法所保護的各項基本權利 所以我們應該把香港國家安全法理解為 它既維護國家安全、公職業維護和自由 國家安全最終的目的就是維護每一個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